周圍來了 辦的活動最主要是針對我們矗南地區 他們每一個月都有一個環境清潔週 那今天辦理最主要就是 重點有兩個 除了打掃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採除違規廣告 因為違規廣告照明一年 一年有將近好幾十萬件的違規廣告 那是相當的嚴重 那我們也呼籲 就是說一些業者不要違規亂貼 因為亂貼的話 被抓到一張就是一千兩百到六千塊 那累犯的話會從兩千四四千八 甚至到最高的六千塊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鎮民還有所有的運營縣民 大家一起共同來響應 把這個環境衛生把它打掃好